各位菩萨佳人大家好 现在跟大家分享四月四日 熏法相心得 今天上人的手杂是 一切诸佛之道种自造 知一切众生之因种自 以一切自知一切道种 即诸佛自妙觉 自他觉醒圆满 那因为经文有出现 一切种自 上人当然这段话就在解释 什么叫一切种自 那这些文 如果我们从这个字意上去 直接去给他解释 是有点深奥 但是上人他用很浅显的例子 让我们能够明白理解 能够去做 我们就来看上人是怎么解释的 我后面也有整理的一张表 我们可以用上人的开示跟表 来理解这段话 上人说他一开始就说 一切字是生文辟之佛 道种字那就是菩萨 一切种字就是诸佛所觉到 他讲得很干脆 很明白 意思是说我们要从 这个修行的几个阶段 生文人觉的阶段 生文人觉辟之佛的阶段 菩萨的阶段到佛的阶段去理解 这样就很OK 因为我们要理解这个 你如果我刚才讲 从文字向去解释是很复杂的 从这里切入就会比较容易 这个是上人一开始 他一开始就给我们一个提纲窃领 很有智慧的一个开头 另外他提到说这些 最后倒数第三 你看一切是道种字 一切种字 这全都含藏于智慧的帐中 那这个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谈这么多名相 其实也不要被名相所迷惑 因为这全部就是你的真弩本性 所以真弩本性就是智慧 无上证的最高的智慧 那所以你的智慧就是真弩本性 这叫智慧宝藏 它是藏起来的 这个藏就是藏 就是说智慧宝藏 它是看 有时候看不到的 有时候你要去挖掘 有时候你要去处理 大家会讲 就是说 所以原来讲了这么多字 就是要看见自己的真弩本性 把智慧的宝藏 这个怎么去挖掘出来 怎么去看到它 这个过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种字 三种字 我们从下面看 生文言诀 菩萨到佛 生文言诀是一切智 一切智是什么意思 知一切善恶因缘果报 苦空无常 无我无相 烦恼漏尽 这心已经可以放下了 这样 所以一切智简单讲就是什么 就生文言诀最高的智慧 比如说他已经学到阿罗汉 阿罗汉就是烦恼漏尽 诸漏已尽 无腹烦恼代得吉利 禁诸有节 这前面法经续品有这样的一个经文 那简单讲就是 一切智呢就是悟到 生文言诀他最高已经悟到空 一切 诸法皆空 这个诸法空性的道理 那知道这个从事项上来看 很多都是空的 为什么苦空无常 为什么呢 他已经悟到这个整个 因缘果报 众善业 众善业就会有得善果 众恶业当然就有恶果 因缘果报 可是如果你把这些 这些那个因缘果报 如果你都破除了 那你这个 你最后就是什么 就是无我无相 那这个体会到这个空 空的智慧 一切智 那可是这个只是你个人 你在修行在思考上 你可以得到这样的智慧 你可以无腹烦恼代得吉利 禁诸有节 那些可是这只是身文言诀的禁忌 那佛告诉我们说到这里还不够 你要继续往前走 你要成佛 成佛还要经过一关叫做菩萨 你要行菩萨道 菩萨道你要入人群 要修六度万行 这里面需要很多智慧 这个修道的这种智慧叫做道种智 所以道种智上来怎么讲 菩萨走过一切智 向佛道走 修菩萨道六度万行的智慧 就是说我们 这个菩萨还是需要具备一切智的基础 但是我们目标是佛道 要成佛 那我们走的是菩萨道 那这条道上呢 要走 要有 这个很多方法 六度波罗蜜 布施啊 慈戒啊 冷露啊 精进啊 禅定啊 智慧 还有很多 甚至是波罗蜜 还有很多 这个 从这个什么 实信啊 实住啊 实行啊 到实会像啊 实地啊 就很多 然后你会遇到种种的人 种种的事 种种的考验 你需要种种的智慧 那这个东西叫做道种智 道种智 所以你菩萨 因为你在人群里面 跟这个生文言群不一样 所以六度万行里面 你会得到 你需要这种面对的 你这个路要怎么走 这个方法要怎么做 这种种的 这个智慧 衍生出来的智慧 这个叫道种智 所以也从这个角度来看 也蛮简单的 就比较好理解 所以上来一开始就从 生文言诀 菩萨 那佛 那佛的智呢 叫做一切种智 一切种智 是什么呢 就包含了一切智 跟道种智 这两种都涵盖在里面 还包括他本身 所以三种 所以一智俱三 诸佛走过的路 自他觉醒圆满 就是佛 他当然走过这个 生文言诀菩萨这个路 等等 那这个 他自他觉醒圆满 自觉觉他觉醒圆满 那这一智俱三 这三种智都涵盖在里面 这个叫一切种智 那么来看一下今天 上人教我们的一些心法 首先他有提到知识跟觉醒 我觉得这很有意思 知识他就取那个手机 用手机来搜寻 他说手机点啊 你现在一点就知道 你要到哪个地方去旅游啊 名胜古迹在哪里啊 那边长得怎么样啊 多漂亮啊 然后或者你要查询 哪个伟人说过什么话啊 都可以 可是这只是什么 这只是知道 这是基本的知识 上人说这是知识 他用这个例子 大家都理解 那觉醒呢 我觉得觉醒 我用把生文的开示 我抓几个关键字 就八个关键字 促世慧礼 世理圆农 促世慧礼就是你遇到这个事 你知道原来用这个道理 原来要忍怒 原来要善己 原来要什么 或是什么 反正你促世就可以会理 那 那 世理圆农 你又会用 用的又很圆满 又有好结果 所以这才叫做觉醒 真正的觉 你知道 你有这个法 那你法 遇到事情 你要会用 知道 用这么好 而且在别的事项 遇到别的事 又可以再衍生 又可以 又会用 那怎么用 都是世理圆农 这叫觉醒 那么修行当然就是要 要 这个回归到这个觉醒 就是要不断的觉 不断的觉 那就不断的长智慧 那可是一般人 就是说 我好像 没有到这个 这个样子 所以上门 先从这个 佛 佛性里面 来开始讲 他说佛性 他就帮我们复习这个 健保他品 再讲说 你要怎么样 把这佛性 让他彰显出来 因为在 保他品的时候 提到这个 很多很多的菩萨 从十方不断 不断的来 那时候 这个佛呢 就不断的扩展 道场 就好像 我们有客人要来 如果今天本来来十个人 突然要来十五个人 你要赶快准备 多一点的位置 多一点的餐具 所以 很多人要来 那道场不断扩展 那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商人说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人人都有佛性 你要 佛性它是心包太虚的 亮周沙界的 你的心境 要不断的开阔 因为我觉得这个批语 我总算比较懂 原来 当初健保他品 佛陀在那边 不断的 把这个 菩萨移来移去 把这个道场越弄越清净等等 准备越来越大 不断扩充 原来就是说 我们 要去 扩充 自己的心境 一直扩充到 心包太虚 亮周沙界 因为这里面 才会看到自己的 才会跟 自己的这个 真如本性 跟自己的智慧 保障 契合 才会看到 才会契合 就比较理解 原来是这样的比喻 那我刚才讲 可是一般人呢 第一个有时候看不到 有时候不理解 有时候会 觉得说 我的心量好像没那么大 那没那么大 是因为你什么 你的无名 你的烦恼 把你盖住了 把你堵住了 你的一个空间 举个例 你有个房间 有个房子 里面都堆满了杂物 那当然就觉得 哇 怎么这么小 当你把这些杂物都清干净的时候 哇 房子怎么变大了 那不断的重复这个动作 你就会知道说 哇 你的房子很大 或是哇 你可以用我这么大 尤其特别是我们的心 当我们把我们的烦恼 跟无名不断的 打开 拨开 不断的清理 智慧保障 就会越来越宽阔 越来越宽阔 这是上人教我们的 原来就是这样 去除烦恼无名 就是直接通往 佛性 通往智慧保障 我们的佛性 那 另外有个比喻 很简单 但是 刚才在讲知识 跟觉性 上人加了一句话 他说 不知道的 但是想很多 那叫做知识 就是我们没有真正知 上面说我们有时候 没有真正知 没有真正事 那不知道 就想很多 这无事乱想 妄想 或是什么 这些知识 所以知识有时候说 知识是不究竟的 一定要转世成知 变成智慧才可以 那智慧就是 我们刚才讲的 要不断的重复 去 去除烦恼无名 然后那个过程 然后可以看到 自己的这个 正如本性 佛性 然后还要去入人群 还要去得到这些 这个道种字 最后才得到一切种字 等等 那我们就来复习 昨天的经文 昨天的经文是 何况广文是经 若叫人书 若字词 若叫人词 若字书 若叫人书 这昨天讲过了 那上文今天 帮我们复习的时候 有提到这个文词书的时候 文就是听文嘛 不断听 不断了解 不断分析 不断说给人家听 要耐心 要长长久久 这样才是佛头 真的要的传法 那你要广文是经 要教人文 要字词 要字书 那对于要字 自己书 这一段 最后一段 我有点小巧感触 就是说 上人说 现在听经 现场写笔记的人 有多少 因为我刚好有写 我看到有些师兄姐有写 有些是专心听 有些是照相 那 我个人是有写的 那上人说 从笔记中再回顾 将心听来的再笔记 那我在整理这个资料 就是也是走这个过程 你们知道 你们写下来的这些笔记 是生命中留下来的精华 因为你听到的道理 因为你的心得 记载在那个地方 这就是我们最时 有留下来的东西 那这个 有一些小小感触 跟大家分享 那么看今天的经文 若以花香音乐 船方生盖 香油书登 供养 金卷 世人功德 无量不变 能生一切种子 所以因为今天 有这句 能生一切种子 所以上人就解释了 什么叫一切种子 可前面这些供养 这些供养都有它的意义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些供养的意义 花香音乐 像花 花香就是德香 那音乐 我今天对这些比喻 我就省略 大家自己去看原文 那 整个这些供养里面 其实上人有讲 其实都是就是要庄严 不只是庄严 弘扬替礼 不只庄严道场 还有庄严弘扬替礼 就是说在经典的含义 就是说 哇 就是说法了 要很丰富 要很精彩 很多意义存在 你看有这么多 有花香 音乐 船芳 生盖 香油 苏登 来供养金卷 这么多这么多 这些 这个就是要庄严弘扬替礼 那我 我只讲 对 最后一个这个 护经教法生 护经教法生 就是说像你看那个 菩萨他身上会披音落 或是这些东西 这些供粮 这些东西 或是有这些 船方生盖等等 其实就是要 除了保护自己以外 就是 因为叫 就是要护经教法生 为什么要护经教法生 因为这个世间 灼气很重 人心呢 亦乱情敏 那所以需要佛法 需要弘扬 需要保护 要用这个法 法屁如水 能洗涤足够会 用这个法来 来给众生 让众生 的这个灼气减少 或是得到清净 等等 所以 这些供养 就是 你从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那其实也供养到 自身嘛 这个 有一个相互的 一个 一个 一个心佛众生 相互差别 所以 这过程当中 大家要用心去体会 这是上人讲的 那在 这段 文的后面 上人提了 一段 字 就是说 蓝灯续明 表智慧之光 不离有形 四次供养 蓝灯足 玄身 蓝灯散花 烧香 用头 显 庄严 理事 元农 那这个 另外还有一段 能以一切种智 知一切诸佛道法 知一切众生 因种 是为 入道 智慧人 佛解 一切 种智 广为人说 非聚 佛会 不能为 上人虽然 这一段话 虽然说 虽聚佛会 不能为 可是上人他 最后有讲说 我们今天这个 一切智 道总智 一切总智 有时候看起来很深 可是他最后讲到一句话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还在前进 虽然还没有到达 但是这条路 我们相信 只要你进步再走 路总会到 不论它多长 只要我们实施多用心 所以我们只要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进步 它总有一天会到 最后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心得跟应用 一切智 道总智 一切总智 就是诸佛所觉到 特别 一切总智 就是诸佛所觉到 他就涵盖了前面这两个 知识 只是知道 认识 那决心呢 就是 触世 慧礼 事礼 圆浓 希望大家都能够 触世慧礼 事礼 圆浓 不知道的 但想很多叫做知识 那我们学佛 要学佛的佛性 要学到心包太虚 亮周杀戚 那拨开自己的烦恼 去除自己的无名 清理自己的心理 就可以看见 佛的智慧保障 自己的真如智慧保障 世间浊气很重 需要佛法弘扬 要来保护 经教法身 那这条路 只要我们不断地进步 不断地再走 路总会到 不论它有多长 最后感恩大家的收看 跟收听 感恩